前面我们讲了关于这样一个mangodb 所有的我们在终端里面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来讲 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python程序里面 要使用mangodb该如何进行操作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在python程序里面用mangodb的话 对就是需要和mangodb进行交互了 那就是有这样一个模块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 对这个模块叫做pymangod 那么pymangod毫无疑问肯定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我们要用它就必须安装它 那安装该怎么安装呢 pipe install就可以了对不对 pipe install 然后我们要用的也并不是pymangod本身 而它提供了一个叫做mangod client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相当于叫什么呢 就是mangodb的一个客户端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实力化这个客户端 那客户端要实力化了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传入它的URL地址 它的IP地址和端框 就相当于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和mangodb的一个连接 建立好连接之后呢 有了这样的客户端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想要操作数据库和集合了 Test的数据库 T1是集合 使用方块的这种方式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去选择到对应的集合 这个集合存在或者不存在 数据库存在不存在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后续往其中插入数据的时候呢 它就自然而然就存在了 如果它已经存在的话呢 我们自己就可以直接往中插入数据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新建一个py文件 来尝试用一下 这样一个pymangod 我们叫01 try pymangod 选择一下这个环境 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段装一下pymangod 我们from pymangod inputmangod inputmangod 然后呢我们先实力化一个client 写下注释 实力化 client 这里点接 然后呢我们client 看一下 对于mangod client 传入 ip的团块 如果它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本级的话呢 我们是不需要传的 那为了演示呢 我们还是传一下 127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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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后port等于什么呢 27 017 对吧 然后呢我们选中我们的collection集合 等于什么呢 client 然后呢test 然后选中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没有用的设计库 那show collections 比如说我们先db.t 250 251点重 22点重 7251 我现在就选择这样一个集合了 对不对 那么collection 点insert 这是什么呢 这是插入数据 非常简单 插入一条数据 insert是什么呢 需要插入一个字典的 字典我们非常容易能构造出来 比如说lain 等于 小王 那么age呢 等于10岁 直接非常简单 就能插入进去 执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没有任何现象 对不对 就是没有现象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集合 db.t251.find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了这一条刚刚插入数据呀 它也是一样自动我们创建一个id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插入一个 -id 对于10010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插入一遍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再重新翻译一下 这个时候-id是我们自动创建的对不对 内部也是小王age等于10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区别是什么样子 和我们之前的mongo mongo db差不多 它反正会用我们自动创建刚it对应的结果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其实拿一个 R17来接收一下 R171 比如说10011 我们在这里print一下R171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ID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没有给它指令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还记得吧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呢 我们再来find一下 看一下最后这个 6505C9 605C9 这是什么呀 ObjectID对应的那样个字符串 对不对 这就是ObjectID对应的字符串 我们直接可以取到 前面我们讲的insular是插入一条数据 那插入多条数据 怎么插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数据放在列表里面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datalist 对于这样的列表 这列表中每个都是字典 比如说forI in range 写 10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name 等于test .format I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这样一个data list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列表里面就是每个字典 字典呢 它分别对应的是这样一个test1 test0 test1 test9 对吧 然后我们的collection呢 叫insert many data list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把之前的注释起来哈 这是之前的输出对吧 这是之前的输出 我们再重新find一下 这时候再看一下是不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呀 从test01之后test9都是有的 非常简单对不对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插入多条可以这样来插入 当我们说有多个的数量 我们没有必要使用循环AgerX 我们把它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能够瞬间一次性的全部插入 这个效率呢 是要我们比我们单个插入效率高很多的 这是关于插入 那么插入学完之后呢 还有什么呢 增长改查里面的其他步骤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找的话 也是一样的find和find1 find能够找到所有的结果 那find1只会找一条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呢在这里插入了很多数据 都是有内部对于小王的对不对 很多内部对于小王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来查询 查询一个数据 查询一个记录 非常简单就是collection 第2find1 然后呢我们放个字典就好了 name 小王 我们一个t来接收一下 我们print一下t 是不是就这样一个结果啊 一个字典 它只会找第一条数据对吧 那么查询所有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直接find这个操作 直接find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把前面注视起来 大家看到好像之前不一样了 对不对 首先这是什么呀 对象 对不对 是什么对象呀 corsor对象 对不对 corsor对象是什么意思呀 翻成中文 游标对象 对不对 那游标对象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fori in t来辨定一下它 看一下结果 我们print一下i 我们再来做一次 forg int 我们print一下g 然后呢 我们打印出新花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 这是第一个 告诉我们这个游标对象 这是打印t之后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那么g呢 输出了吗 没有输出 发现什么 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进行循环 为什么没有进行循环呢 因为这是个游标对象 当我们对它进行一次变定的时候呢 这个游标呢 它会从第一个游到最后一个 当我们再进行循环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够再重新打一次了 因为这个游标此时此刻 已经在最后一个位置了 在最后一个位置 它是取不到任何结果了 因为它已经在最后面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之前文件操作服务一样 我们进行这个读和写的操作 我们先read一次 再read是read不了结果 因为这个文件操作服呢 你在最后面去了 对不对 我们要read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文件操作服 重新制到0那个位置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是关于我们使用fine之后 得到这个clusor对象呢 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它只能进行一次变定 那当然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可以对它进行风韵循环 来变定它 对不对 所以说也可以怎么样呀 也可以对它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呀 转到一个列表 我们list 直接得到一个列表 对不对 写错了 直接得到一个列表 是这个样子 另外中间每一个字典呢 就是一个记录 每个字典就是一条记录 对不对 非常简单对吧 没什么好说了 那么接着往后看 这是还有 这是查 还有更新 对不对 更新呢 是这样子的 一个update 1和update many 条件意思非常清楚 更新一条 更新全部 对不对 前面写条件 后面 具体写 我们要对它进行如何 什么样的操作 也是一样 dollarset dollarset对不对 dollarset呢 也是要打上引号的才有效果 我们之前 在我们的mongo的终端里面 写的命令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是使用自己的形式 来做这个事情 对吧 把name称为newtest105 这个没有什么好处了 对吧 和之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敲了 看一下课件就能看明白 然后对于呢 还有删除 删除delete1 和dintmany 删除一条 删除全部 和我们update的效果很像 删除一个 删除所有 对不对 删除一个的时候呢 我们把name放进去 它就可以帮我们删一个 那删除所有都换了 也是一样的 把所有条件都给删了 这个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看后面这样一个动手练习 这个练习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像 使用python 像集合t3中 插入一线条文 线条文档 文档的属性包含 -id和name 那么-id呢 分别是0到999 那么name呢 分别是py0 py1到py999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就先大家想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呀 可以怎么做呀 那么02 pymango 练习 那么也是一样的 frompymango import什么呀 mangoclient 对不对 首先实力化 一个客户端 就是client 就是mangoclient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地方如果是本集的话 是可以不用写的 我们选择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client 一个集合 那就是client 先选什么呢 选test 那比如说再选呢 test7252 我们往这个集合里面呢 insert menu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insert menu 对呢 需要插入一个列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先准备一下我们的数据 data list 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一个列表 对不对 i for i in range 1000对吧 是1000个呀 那么id和name 对吧 id我们来准备一下 首先的键也是一个字不上 对不对 写上打上引号 那么直呢 是i对不对 只是-id 还-name 对不对 还个name 也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直呢 是这样一个py开图了 对不对 然后对应的是一个.format i放进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么insert menu 直接使用一下 data list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直接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的我们数据库 db.7252.find 是不是就是个结果 就哪了呀 非常简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做下一个事情 干什么呢 查询中 查询出id 为100的整倍数的文档 比如100 200 300 并将name输出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刚刚不是插入出去的吗 对不对 那里面肯定id是 100 200 300 对不对 那可以怎么办呀 对于clangson.find就好了 对不对 那find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结果是个什么类型呀 是不是这样一个游标类型呀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一个列表 那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列表推倒车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data list 就对于list RET 对不对 那data list 就对于什么呢 i for i in data list 那什么样的i才要呢 if 它是100的整倍数 对不对 i 它的 -id 是吧 百分号 100 等等于0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并起来它不能为0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id 不对于0 不对于0 是不是就好了呀 我们来print一下 data list 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了呀 100 200 300 10到900 对不对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列表推倒师里面 其实解决起来 非常非常简单的 对吧 没有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这是这样的练习 那么刚刚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呢 用了一下 我们关于pymongo 这样一个模块 那后续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尝试保存数据的时候呢 都会把数据保存在 我们的mongoDB里面 那到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用这种思路呢 就可以非常完美的去解决 那么在这里 大家也会注意到一点 我们CORN在前面呢 有建立mongoDB的链接 但是好像并没有 断开链接这个操作 是不是呀 是不是没有断开链接啊 建立链接就有了 没有断开链接 那么这是我们和 mysiho不一样的地方 mysiho我们要建立链接 还有断开链接 对不对 那么redis呢 和mongoDB很像 只用建立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的redis和mongoDB呢 会自动的帮助我们 断开链接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用去 太刻意的去关注的 这是关于 P1mongo的学习 臭作画链接 1mongo的工程 3mongo的工程 3mongo的工程